都標準的 都標準的 將近上路第二天 基隆艾斯路夜市還沒天黑 就人潮滿滿 排隊人籠看不到盡頭 全都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現場還發現有民眾忍不住 投和飲料 許多攤販為落實防疫規定 桌上不見透明隔板 也無實時梅花座 還有攤商連面罩都不戴 其中一台燒烤店 老闆娘沒帶面罩 旅券不聽市府 因此開出第一張罰單 老闆娘 你不戴面罩 現在要出發 妳要拔嗎 對 自己現在趕拔好不好 市府人員好勝好氣勸導 燒烤店老闆娘戴上面罩 但老闆娘示弱無堵 繼續烤魷魚 這位警察同學說拔 好像你都不來幫我炒 你給我拔 你給我拔賣 你去拔賣 衛生局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對燒烤店進行開罰3000元 到15000元的罰還 違反防疫規定 不僅造成破口 也讓自己吃上罰單 記者朱丁榮 謝淑雅 基隆報導